页面设定 在一篇文章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页面设定 在Write里面的页面设定 在格式里面的 页面 你可以调整的 有相当多的地方 首先 我们要看到的是 你的Paper大小 是A4 还是各种纸张大小 第二个是 如果你选了不同的纸张大小 他宽度高度就会变 那我们正常比较常用的是A4 除 除了这样你可以制定Paper大小 然后 方向 是直的还是横的 直的还是横的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 文字方向 有时候我们中文会用到不同的文字方向 然后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边 页面的边距 左右上下 左右是2.5公分 大概是一寸 这跟商业软体差不多 可是上下呢 就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所以有时候你 商业软体过来的档案有时候稍微会跑掉 是因为我们上下左右的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 特别注意这里 然后区域里面你可以设定 各种 填充 或者不填充 这个是 纸张的颜色 那 平常我们是比较少 少这样做设定 比较少做设定 那我们白色大概就够了 有时候你需要特殊需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填充里面做 这是色彩 也可以设件层 也可以使用点阵图 这些都可以来使用 透明度 透明度 那你可以依据你的需求来调整 如果你有前面有设区域的话 你也可以设透明度 夜守 所谓的夜守是这 最上面这个 每一页的最上面这边 你需不需要做设定 页尾 页尾 一样 我们可以做一次就把这个调整完 这里讲的页尾页首 是 每一张 纸张的 最上面的设定 包含 高度啊 这些 好 并不是指内容 内容的话你要在 编辑的时候 去把页首页尾的内容 把它 输入上去 边框 如果你有需要边框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调 页面边框 那你这种 有各种 样式 按照需求 然后 线条的粗细 颜色 均可以调整 然后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做快速设定 多蓝 多蓝 如果你需要调整很多蓝的话 就是例如要出试卷 那你很可能我要需要两蓝 或者 各种蓝度 如果你有做 像一些 DM之类的 你可能会需要三蓝 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调整 注脚 这我们比较少用 如果有需要你可以 按照这个方式去 做调整 文字网格 有时候我们需要 编辑的时候需要来做一些 设计 算是 方便我们定位 那你可以使用网格线 这样一条一条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大致上需要的位置或者是 它可以让我们 方便我们定位的地方 如果你都设定好了 就直接按一下确定 这样你就可以 把 页面设定完 像我刚才设三蓝 它现在就自动帮我调成三蓝 如果不需要呢 记得在格式哪里 页面 那有很多蓝位 你要点进去看一下 刚才是在多蓝这里 那我还是也 选回这里 这样画面就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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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